嗨,大家好,我是奥叶,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如果你有仔细留意的话,或许你就会发现一些大公司的员工流动率很高 他们经常都在招聘新的职员,这不是很奇怪吗? 明明这些大公司给的薪水都很高,福利制度也相当的健全 为什么员工还是一个接着一个走轮呢? 相信你也听过,绝大多数人在离职的时候都会说 自己是为了获得更优渥的薪水和职位 但是,影响在那背后的其实是大家都忽略的一个小点 那就是心理层面 有些人不被上级信任、珍惜 又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这些对工作的种种不满意 都是人们选择离开一家公司的其中一个原因 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应该如何提升人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赞赏 今天还会就来和大家分享《赞赏的五种语言》这一本书 让大家学会善用赞赏的语言,改变职场的氛围 让自己和身边的同事都能够正面积极的工作 塑造一个充满爱和幸福的工作环境 本书作者盖律查补曼是一位通小爱的语言专家 也是国际知名的婚姻家庭辅导专家 同时他也身兼牧师和国际演说家的角色 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主题涵盖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 他包着写作的热情出版了多本著作 其中就包括了《爱的五种语言》、《单身爱之语》、《儿童爱之语》等等 另一位作者保罗怀特是一位专精职场语言的资深心理学家 职业20年来,已协助无数的商业公司、家庭企业以及非盈利组织 改善职场的工作气氛和人际关系 他还曾经多次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美肯研究院演讲 赞赏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 许多管理者都认为自己一直都有向员工表示感激和鼓励 可惜的是,这些赞赏之意多半没有传递到员工的身上 一位好的员工绝对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真心重视,什么是表面功夫 仅仅只是一声谢谢又或者是辛苦了是不够的 赞赏应该要融入一些有意义的内涵 事不宜迟,现在我们就来马上和大家分享书中五种赞赏的语言 第一种赞赏的语言,肯定的言词 肯定的言词指的是用正面的话语具体的传递对他人积极的看法 作者指出,想要向人们传达肯定的言词 你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表扬成就 从字面上来看,表扬成就的意思就是 通过语言来表扬一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又或者是成就 在工作团队中,当同事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时 你就可以运用这一种方式来称赞他 比如,今天的报告实在太棒了 我好喜欢报告里面所引入的国际化因素 只要表扬得越具体,效果就会越明显 下一次,当你看到某一位志愿者 又或者是员工 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工作的时候 立即给予表扬 那他就更有可能重复同样的行为 把工作给做好了 举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对员工说 我喜欢你用开心的语调接听客户的电话 更喜欢你主动为他们提供帮助 这样一说,你的员工就能够保持同样的工作方式 下一次也会用开心的语调来接听客户的电话了 第二,肯定品格 虽然我们总是乐于欣赏品格优秀的同事 但是你是否成这些品格 而由冲的赞美过同事吗? 好像很少哦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开口肯定别人的品格呢? 事实上品格不像成就一样 一下子就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 并且人们总是会把他人的品格视作为理所当然的事 从来没有想过要赞赏他们 况且当你羡慕别人的时候 就更加难以开口赞赏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 一个人的品格对于企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是超越行为出自内心的 一个诚实的人即使知道自己会有所损失 他还是会讲真话 坚韧、勇敢、谦卑、自律、敏敏、宽容、诚实、正直、耐心、仁慈、仁爱、无私等 这些都是员工身上能找到的优秀品格 都是一家公司最大的资产 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肯定过人们的品格 那就静下来思考一下 在过去的一年里 你有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哪些优秀的品格呢? 记下来这一些品格 然后组织好感谢他们的话语 例如你是一个很有诚信的人 我很放心把财务交给你去办 我会感觉非常的踏实 这样一来 员工就会更加有动力的去完成所复交的工作了 第三 关注对方的性格 赞扬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欣赏人们正面的性格特质 与品格不同的是 性格是指人们体验生活的态度或者是方式 比如乐观、悲观、主动积极、消极被动、有条有理 随意混乱、计划性强、逻辑性强等等 当你发现同事或是下属拥有良好的品性 或者是正面的价值观的时候 请不要吝啬 用语言对他们加以肯定吧 这样会让他们深受赏识 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比如 我很欣赏你这种乐观的精神 每当我泄气的时候 只会想要和你聊聊天 只要跟你聊聊天 我就会感到云开雾散 重新拥抱希望 真的非常感谢你 从现在开始可以关注你身边人的性格特质吧 事者把你所观察到的好品性 都用语言给说出来 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表现出任何的反应 但是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到 你对他们真诚的肯定 在肯定他人延迟的时候 除了要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还要分不同的场合 在表扬他人之前 要先了解他们的喜好 如果你的员工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得到表扬的话 而你又不小心公开表扬他的话 那只会让他感到尴尬 失去动力 那如果你的员工不经常查收短信 而你又发短信来激励他的话 也只是徒劳无功而已 他根本就不会马上看到 激励效果也会发挥不了 所以说 我们在表扬他人的时候 也必须要看场合 以对方喜欢的方式和场景进行表扬 这样才能够让对方收获你的真心 第二种赞赏的语言 惊心时刻 惊心时刻 值得是在某一段特定的时间内 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注意的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 虽然我们整天都与同事在一起工作 但是我们却很少和同事一起拥有惊心时刻 这是为什么呢 关键就在于彼此关注 就算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 如果没有彼此关注的话 那也不会产生精心时刻的 和肯定的言辞一样 精心时刻也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第一 高质量谈话 高质量谈话最常见的表达方式 值得是双方在友好 不受干扰的环境中 设身处地的交流看法 感受和期望 高质量的谈话和肯定的言辞 是很不一样的 这两种的战场区别就在于 肯定的言辞关注着我们所说的话 而高质量的谈话则关注着我们所听的话 高质量谈话就意味着 你要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让对方畅所欲言 分享自己的成就困扰和建议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你也会不断地提问 不是为了打断对方 而是想要真诚地了解他的感受 为了保持高质量的谈话 以下有几个简单的小技巧 一 保持眼神交流 让对方知道你在专心聆听 二 倾听的时候不要做其他的事情 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 三 聆听想法 体会感受 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处境 四 即使观点不同 也要肯定对方 让他们卸下心房 倾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五 留心对方的肢体语言 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六 不要随意插话 以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表达精心时刻的方式 共同的经历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 和同事共同的经历 是保持情感连接 和获得鼓励的重要方式 比起高质量谈话 他们会认为 一起在外地开会 出去吃饭 参加共同感兴趣的运动等 才是建立团队的重要因素 他们也许不喜欢坐下来说话 但是当上司或是同事 邀请他们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受到赏识 第三 小组对话 有些人不喜欢和上司单独谈话 但若在小组讨论 或者是被问及的时候 他们则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愿意畅谈自己的观点 如果上司能够认真的聆听 并且感谢他们的坦诚 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满足 第四 近距离合作 作者发现 近距离合作的尝试方式 在志愿组织中非常的有效 根据调查显示 志愿者的工作满意度 常常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 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 能带来不同 第二 获得其他人的认可 并且重视他们的贡献 在与别人共度金星时刻的时候 你要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 如果你总是满腹牢骚 只是出于义务而参加 那只会传递给对方消极的信号 让他们误会以为自己不重要 因为自己浪费了你的时间 如果你在过程当中 也一直不断的看表 按手机 发短信 那对方更会认为你不尊重他 不重视他 这反而会让金星时刻起了反效果 无法激励他人 总而言之 真诚是让金星时刻发挥赞赏作用的关键 没有什么比真诚更加能够鼓动人心了 第三种赞赏的语言 服务的行为 服务的行为是指以行动表达称赞 也就是说在同志和下属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当某个人马不停蹄的工作 就还是赶不上进度的时候 其他的同事或是上司 若能够主动提供帮助的话 那不仅会极大的鼓励该名员工 并且这一份鼓励还会蔓延开来 给整个团队也带来正面的影响 事实上 真正的领导力 需要有一颗愿意服务他人的心 如果我们都不管别人 只管追求自己的目标 不顾一切的往前走 那只会在团队内部形成紧张感 从而抑制团队的成长 虽然说主动向同事提供帮助是一件好事 但在提供帮助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帮助别人之前 先完成自己的责任 只有完成自己本职任务之后 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帮助他人 那才是真正的服务行为 帮助别人之前 要先争取对方的同意 如果贸然协助的话 对方可能会感觉你自以为是 不但不会感激你 反而还会觉得你很多事 要主动服务 不要等到上司下了指令才去帮忙 请听指令并不是一种服务行为 你只是在完成任务 这并不会鼓励你的同事 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帮助别人 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地帮助别人 那不但不会鼓励他人 反而还会让他感到受挫 这时候他会更宁愿独自完成任务 也不愿意看你的眼色行事 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 那就按照对方的方式去做 这样他才会放心的让你帮助他 有时有终 如果打算帮助别人 那就一定要把事情给做完 不要虎头蛇尾 服务的行为源自于真诚的付出 在为同事提供帮助之前 首先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不要给对方施加压力 勉为其难的提供帮助是毫无意义的 虽然服务的行为 不像其他的赞赏语言一样明显 但是这一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有些人在获得了帮助之后 就会觉得干净十足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并且愿意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公司 对于喜欢接受礼物的人来说 一份称心如意的礼物 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 它不仅仅是一份礼物 它更是一份感谢 赏识 以及鼓励 如果能够把适合的礼物 送给喜欢收到礼物的同事 那就可以增进你们的关系 把对的礼物送给对的人 就是送你的关键 下次在选礼物之前 好好地想一想 这一个人喜欢什么 他的兴趣是什么 什么东西会让他感觉自己很特别 被重视的呢 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节日习俗 又或者是某种服务 敷衍了事 匆匆地购买一份礼物来送的话 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甚至还会传递一些负面的信息 这样的礼物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在应付差事 不但达不到赞赏的效果 对于改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普遍上 礼物除了可以是物品以外 精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比如体育赛事的门票 餐厅餐卷 娱乐活动的门票 酒店住宿等 都是你可以考虑的礼物 当然放假也是另一种另类的礼物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自由时间 在员工完成了一个大项目之后 如果你能够让他早点下班 或者是放几天假 那应该也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礼物哦 此外 同事之间互赠礼物也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你选择一份同事会欣赏的礼物 那便是建立了一份友谊 也将创造了正面的工作氛围 有些时候 同事之间还可以一起集资 为某一个人买一份他会非常珍惜的礼物 这种做法更是凸显了同事之间的彼此分享 会帮助他们以最真诚又有意义的方式 来冲造赏识的氛围 无论你是送礼物给员工放假 还是增加福利待遇 最好能够投其所好 让礼物变得更具意义 针对忙到没有办法休假的员工 给他一个实质代理人 让他可以真正的休息充电 会比起赠送购物礼券来得更加的有意义 针对一个一只想出国度假的寄屋员工 给他一张机票前往想要去的国度 会比起赠送一张演唱会入门票 来得更加的激励他 第五种赞赏的语言 身体接触 用身体接触表达赞赏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握手拍拍肩膀 机长倾注等等 但是这种方法是否而已 很大程度上要看不同的人 不同的工作环境 以及不同公司的文化氛围 在每一种文化当中 异性之间和同事之间的身体接触 都有震荡和不震荡之分 震荡的身体接触是人类行为的基础 它可以传递很多积极的信息 包括互相信任 亲密感和关心 身体接触也是一种表达喜悦和兴奋的方式 如果方式恰当的话 在工作场合上以身体接触来传达赞赏 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通过用力握手表达问候或是祝贺 以机长或是碰碰拳头来表达庆祝 都是工作上常用的方式 而亲拍背后 更是全世界最公认的表达赞赏的方式 那我们要如何知道 哪一位同事的赞赏语言是身体接触呢 观察他们的行为 你就能够略懂一二了 那么是我经常拍同事的背后 机长或是拥抱呢 那如果是的话 你基本就可以肯定 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会让他们感到很高兴 简单来说 喜欢与人有身体接触的人 也喜欢别人接触自己 另外如果你发现某一同事 从来都不与人发生身体接触的话 那么当别人触碰他的时候 他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也是不足为奇的 身体接触有含蓄和明确之分 含蓄的接触通常是微妙短暂 不假所思的 比如在手臂上轻拍以下 简单的握手 机长等等 他们都是在工作场合上 非常的常见 而明确的接触 则是需要提前思考和准备的 例如你一边握住对方的手 一边说 我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这一种方式 对于重视身体接触的人来说 非常的有效 不过你一定要记得 某种接触方式 可能会让你感觉被肯定 但对于他人而言 他们就未必会有同感 因此即使你认为有所需要 也不要贸然的去触碰他人 你可以从小动作开始 轻轻的把手搭在某一个同事的肩膀上 然后仔细留意察觉对方的反应 如果他们立即身体僵硬 那你就知道 不能用这一种方式来表达赞赏了 好了 只有今天好一和大家分享的 赞赏的五种语言 说出笔记的重点整理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五种赞赏之语吧 第一 肯定的言词 肯定的言词指的是用正面的话语 具体的传递对他人积极的看法 而这里面就有几种表达方式 一 表扬成就 通过语言来表扬一个人所取得的成绩 或者是成就 二 肯定品格 由冲的赞美一个人的优秀品格 比如坚韧 诚实 正直等等 三 关注对方的性格 欣赏一个人的正面性格特质 也就是他们体验生活的态度和方法 最后 在进行表扬之前 我们要了解对方的喜好 以避免在错误的场合赞赏他们 令他们感到尴尬或是紧张 第二种赞赏的语言 惊心时刻 惊心时刻指的是 在某一段特定的时间内 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对方 注意倾听他的想法和感受 惊心时刻有几种表达方式 一 高质量谈话 通过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让对方唱首预言 分享自己的成就 困惑和建议 二 共同的经历 与同事一起活动 保持情感连接 并得到鼓励 三 小组对话 以小组讨论的方式 聆听他人 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四 近距离合作 与他人进行协作 让他们发掘自己的工作价值 服务团队 最后 真诚是让精心时刻发挥赞赏作用的关键 没有什么比真诚更能够激励他人鼓动人心的了 三 服务的行为 服务的行为是指以行动表达称赞 当某个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主动提供帮助 这不仅会激励他们 还会让周边的员工感到正面的影响 而服务的行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帮助他人之前要先完成自己的任务 并征求对方的同意 在帮助他人之前要主动服务 并且带着愉快的心情做事 再来你也要有始有终 并按照对方的方法去做事 服务的行为虽然不像其他的战场语言一样那么直接 但是这种方法会让人在获得的帮助之后干净十足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公司 第四种赞赏的语言 称心的礼物 称心的礼物可以说是一份感谢 赞赏以及鼓励 关键就在于把对的礼物送给对的人 礼物应该要传递心意 表达对对方的重视和赏识 而其中的形式就包括了物品 经历和假期等等 同时之间互相赞送礼物 可以建立友谊 也能够创造正面的工作氛围 最后礼物要能投其所好 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来送礼 都要让礼物变得具有意义 赞赏的第五种语言 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就是以对方接受 并且认为适宜的方式 进行肢体接触 给对方带来温暖和支持 正当的身体接触 可以有效地表达对同事的赏识 而其中也有含蓄和明确之分 含蓄的接触通常是微妙 短暂不假所思的 而明确的接触 则是需要提前思考和做准备 尽管身体接触有其效用 我们还是需要小心谨慎 留心观察他能对肢体接触的反应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赞赏的五种语言 是一本所有人都需要的书 就如每个人都渴望赞赏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领域 什么样的职位 从事哪一种行业 重新认识这五种赞赏的语言 都能够让你更加的明白 自己和他人对于赞赏的需要 学会使用赞赏的语言 赶上你的工作氛围 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都能够正面积极地过生活 拥有完整的爱与幸福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资讯 大家可以浏览作者的官方网站 谢谢大家的观赏 今天的好业读书笔记分享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